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我是薛灵六 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在AI照软体里面 要如何修改调整文件的长宽尺寸呢? 假设你今天已经制作一张图片以后 你发现这张图的长宽比例 你想要重新调整的话 最坏的方式 你就在工具列里面 选择工作区域工具 点下去以后 你原本的工作区域会出现八个节点 将滑鼠移到节点上的时候 你的滑鼠游标会变成一个箭头 你只需要按下滑鼠的左键 用拖曳的方式 就可以随机的调整大小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输入比较正确的数值 在画面的上方 会有出现宽跟高的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它等比例的放大缩小 强制比例这个 你要点下去 如果你长跟宽的比例想重新输入的话 这个部分就要记得点开 那我先快速输入一个数值 当你输入完毕以后 你的工作区域就跟着调整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调整 它内建的尺寸 例如说A4 工作区域的节点还没消失的情况下 按下键盘中的Enter 这边的预设值 你就可以直接调整 你要按下确定 你的画面已经调整完毕了 那要让工作区域节点消失的方式 你就随机在工具列上面 点选一个黑色箭头 这样子 这工作区域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再按个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课程见哦 拜拜 regions 000 尹hos 1 2 2 1 2 5 5